我有一对新人 刚好他新郎是单亲 所以他从小就是妈妈 单独抚养他长大 所以妈妈对他来说是 意义非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当然在婚礼当中 妈妈就会觉得是一个 很有成就感 是他拉拔长大的儿子 即将要成家立业了 所以他就会开始 他妈妈心中 就会有个梦想的婚礼 不是新娘心中 是妈妈心中有个梦想婚礼 他就会从艳客的 因为他觉得是很开心的 我们想到现在重点都在长辈 到底谁要结婚 他就是会从艳客开始 艳请的餐厅开始 因为妈妈就会觉得说 请客我们请客都是圆桌 对 但是女生比较浪漫 他就会想要上西式婚礼 要户外 对 那其实在我们处理的 就是婚礼来说 其实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长辈是不喜欢buffet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buffet吃不饱 而且你是要客人自己去拿菜 成何体统 对 所以他们是很不喜欢 那但是女生就会觉得 应该要这样 可是两边协调之下 当然妈妈就是很坚持 对 所以他们 新娘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退让 就让妈妈完成她的 想要的婚礼 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 就是比较中式的产品 新郎退让 完成妈妈想要的婚礼 新娘退让 对 完成妈妈想要的婚礼 这件好不通顺 到底谁要结婚 完成未来的婆婆 对 完成未来的婆婆 她想要的婚礼 结果呢 餐厅晚了之后还没结束 就是新娘就开始要拍婚纱嘛 她就挑婚纱 那因为现在婚纱很多人 都想要走比较特别一点的 那有一段时间就是 黑色婚纱是很 就是刚好很流行的状态 那新娘当然就会觉得 穿黑色婚纱是很时尚的 而且其实黑色婚纱 穿起来是真的 还蛮有气势 又还蛮有气质的 对 所以很多新娘 其实都会还蛮喜欢 那妈妈听到当然就觉得 我是在办喜事耶 你有事吗 你怎么可以去选黑色婚纱 而且触眉头 对 触眉头 然后她后来呢 新娘就跟婆婆讲说 那可不可以我 拍婚纱的时候穿就好 我燕客那天 还是一样穿红色 然后妈妈听一听就说 不行 你这样子一开始拍婚纱 就已经触眉头 你后面怎么可能会顺 不可以 一定要不能选黑色的 然后新娘就又想说 好 那我忍 因为她真的很爱新娘 她就好 那我忍 就忍到燕客前的时候 是不是会讨论说 她跟新密老师要 她当天的造型是什么 然后妈妈这时候 又出来说话了 妈妈又说 新娘要沾沾喜气 所以那个红色的头花 你一定要记得擦 而且要擦到在哪一边这样 新娘就说现在这个年代 没有人在擦那个红花了 好聪喔 我已经想好了 我就是想要皇冠 是奶奶在擦的 对 皇冠配红花 妈妈真的好想结婚喔 妈妈真的太想了 然后结果新娘就 这件事情新娘就真的 没办法妥协 因为她当天是 她的亲友都来了 看到她这样子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你发生什么事 中西合并还是怎么样 然后新娘就坚持说不要 然后婆婆这时候就神奇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就不要结 然后新娘在那一刻 她就突然想通了 她就很大声跟婆婆说 那我就不要结婚了 然后后来她再跟我们讨论 因为其实她跟我们讲的时候 已经是婚礼的前一个月的事情了 其实通常我们下定 都是一年前就定了 你就想说 你都已经努力了这十一个月 怎么会在婚礼的前一个月 突然说不要 然后她就说 她觉得整个过程当中 她老公太听妈妈的话 她想说 那结完婚之后怎么办 我还有那么多的 生活上的一些考验 需要去克服 那如果老公永远都站在妈妈那边 那是不是她在这个家庭里面 就会慢慢的 所以她也很勇敢 她很勇敢 她这么爱新郎 对 但是她后来觉得 她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她就有吐血 就算了 那我想到一个朋友例子 她现在是某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她当时也是这样 她当年很年轻 是个秘书身份 然后结果她的这个 另一半是旺族 也是想婆婆一对意见 让她觉得非常不舒服 她一样是做了这么聪明的决定 在要婚礼的前夕她很咖 但是对方说 我们的脸是丢不起的 还签了一张车票给她说 你签了 走完这个红毯之后 我们就退钱给你 好 给你一笔钱 你这个婚礼一定要走 因为我脸丢不了 她就跟她的男朋友求助 她男朋友说 你就在我爸妈的 讲座了吧 但结果她后来 她就觉得说 你看到这种田地的 你竟然还都是完全 在你爸妈的角度来想 所以她就觉得 这婚礼我不要了 那当年那婆婆觉得说 你只是个小秘书 你高攀了我们家 她后来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